秦晨催动灵魂力 悄然朝着光球涌去 让秦晨激动的是 这次呢 光球虽然阻来了 他九成以上灵魂力 但还是有一成不到灵魂力 悄然穿透光球 营绕上了古朴的玉剑 嗡的一声 一股浩荡的空间异景 瞬间涌入秦晨脑海 竟让秦晨有一种 舞魄虚空 要离开这里的感觉 好可怕的空间异景啊 秦晨震撼 这玉剑中 月寒的空间异景之强 甚至比一些武皇 感受的空间异景还可怕 那玉剑也不知 什么材质练的 紧紧接触上去 竟然感觉里面 仿佛蕴含一种 无尽的大路 先是实力化吧 不该有大动作 秦晨灵魂力缠绕上去 试图练化这玉剑 只是他灵魂力 刚准备练化 一股强悍的空间之力 猛地反振过来 竟然不给他练化的机会 扑的一声 感受到空间反振之力的 秦晨当即喷出一口血来 在这空间之力前 他强悍的肉身 竟然没有抵挡作用 空间之力穿透空间 简直是强得可怕呀 这小子刚刚眼看 也破开光球了 怎么突然没动静呢 通道中 一群陡魂人 谋中带着疑惑 凝视着秦晨 然后就看见秦晨 突然喷出一口血来 这家伙不会太好神 泪吐血了吧 既然是目瞪口呆 其他武王疯狂进攻 虽然也是气设计计的 但最多也就是脸色发白 像秦晨这种勒到吐血的 这还第一次看见呢 吴双王等人也瞠目结舌地 看着秦晨 旋即心中是连连冷笑 让这小子独占一个光球 哼 就算他强 也就是半步武王而野 凭他一个人也想破开光球 做梦吧 心中不屑 手上动作却不停 他们更加疯狂地进攻光球 在他们面前的光球 此时已经被轰得 透明一半左右了 双方都在争分夺秒 没有理会其他人心中的不屑 秦晨虽然被空间之力震得吐血了 可心里还是充满了无尽的狂血 空间之力果然可怕呀 他刚刚能明显地感觉到 之前轰在他身上的空间之力 其实并不强 但是呢 却轻易地震伤了他 这并不是空间之力强度厉害呀 而是那空间之力 蕴含特殊的力量 能直接作用于身体内部 如果说这样的力量被他掌控了 那将来得有多恐怖啊 光想想 秦晨就不由得激动和颤抖 想想看吧 别人砍你一刀 只是砍在你身上 或者铠甲上 对你造成的伤害呢 自然是很小的 可当掌握空间意境之后 你砍一刀 穿透肉身防御 等于直接砍在别人内脏上 这是何等的伤害呀 虽然武者提升修为 内脏 血脉 肌肉 防御强度都在提升着 可再讲 也无法跟肉身 还有铠甲相比啊 若真能掌握 如此可怕的空间意境 普通武者 谁还能跟你交锋呢 这一刻 秦晨掌握空间意境的决心 更大了 此预见约翰空间之力 想将其炼化 必须此身掌握 一部分空间意境 否则根本无法炼化 也就是说 我现在要做的 就是尽可能领悟空间意境 直到把预见炼化 才能知道预见中 到底约翰什么 想到这里 秦晨一咬牙 一边装模作样攻击光球 一边则全身心感悟 预见上的空间之力 换做别人 就算知道预见上 蕴含空间法则 也没有秦晨这种 底气和勇气 一个半部武王 他也敢感悟空间意境 别说半部武王了 就算七阶巅峰武王 他们也是不敢这么做的 可秦晨敢了 他仗着自己 不是半部武王 他仗着自己 是前世成就的武皇 对空间意境 本来就有一丝感悟 以及九星神逆角 无比强大 四神天赋 也是非常好 这个空间意境 虽然玄妙 但毕竟也只是一种意境 为什么他能领悟刀意 毁灭之意 等等诸多意境 偏偏感悟不了 空间意境呢 更何况 预见上本就 约翰空间之力 让他时时刻刻 都能感觉到 空间之力的存在 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还是不敢感悟 空间意境 那他干脆一头撞死算了 还修什么武道 你什么天命啊 秦晨这小子 怎么回事 为什么破弃光球 速度变慢这么多呢 按照他的速度 光球都已经 无比凝弱了 应该很快就能破开吧 怎么这么长时间 一点动静都没有 领头的斗篷人 疑惑地看着秦晨 本能地感觉 有一次不对劲 但是呢 也只是感觉 有不对劲而已 并没有十足把握 再加上秦晨 面前光球 也确实没破开 他自然也不能 提前暴露自己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了 一个时辰 两个时辰 三个时辰 大约半天之后 轰的一声 整个大厅猛地 传出一股惊人的真气波动 月还有大块魔晶的 第一个光球 终于第一个被攻破了 轰的一下 狂放的浓郁真气 瞬时间如同汪洋一样 充斥整个大厅 胸有澎湃 这一刻 整个大厅彻底波动起来 再也无法保持平静了 浩荡的真气 营绕整个大殿 光球破灭 那一块黑色魔晶 透着亮丽的光滑 像是世上最珍贵的 质宝一般 充斥每个人的心神 根本不需要刻意吸收 场上诸多武王便感觉到 身体中真源是蠢蠢欲动 有种被刺激起来的感觉 不由自主地想要开始运行 什么 第一个光球被破了 其他人震惊地看着 第一个光球所在 浓郁的真气 让他们无不畏之震撼 太浓郁了 即便是吴双王等人 也第一次看见 如此浓郁的真气 这魔晶归我了 大唐王朝距离王李元霸 手持金色玉锤 口中宛若惊雷一般爆赫 脸上带着狂喜 左手犹如蒲扇一般 直接朝着黑色晶石 抓射而去 轰的一声 浩荡的真源化为一只巨手 狠狠抓射下来 杰利王 你太着急了吧 这魔晶归谁 可不是你说了算 一道黑色流光闪过 却是大伤王朝 也阴亡 他背上 喷出两道长长的 羽翼一般的黑色气流 身形在刹那节化为一刀幻影 速度竟然比李元霸的真源手掌 还快 瞬间来到了黑色晶石前 滚开 李元霸一声怒吼 一锤砸了下来 金色巨锤 流光略有 阻拦在了叶英王身前 把叶英王震飞了 同时呢 真源手掌 已经把黑色魔晶抓射于其中 眼看就要拎起来了 可就在这时 一道血色流光起来 瞬间把李元霸的真源手掌震碎了 却是血手王 他同时也朝着黑色魔晶抓去 但此时刚刚被震开的叶英王缓过神了 身形一阵直接攻向血手王 阻止血手王出手 找死 血手王一声怒吼 他距离七阶中期只有一步之遥了 有种感觉 只要得到黑色魔晶 甚至不用一天 他就能突破到七阶中期 这么好的机会 他怎么可能让给别人呢 血脉释放开来 血手王体内真源催动到极致 轰的一掌 再次把叶英王震飞了 但经过这一停顿 聚力王的锯锤也已经袭来了 煞时间 血手王 聚力王 叶英王三人彼此疯狂地纠缠到一块 谁也不想让对方得到魔晶 其中 血手王的实力略胜一筹 聚力王其次 叶英王第三 但叶英王速度最快 三人彼此纠缠 反而陷入了僵局 谁也奈何不了谁了 该死 我们得加紧啊 绝不能让血手王他们霸占太多心机 大家别来手啊 加快速度 无双王等人彼此一声低河 纷纷加快进攻光球的速度 第一个光球被破 代表血手王等人已经占据先机了 如果不想让血手王等人占据所有主动 那他们也必须加快了 少主 我们现在怎么办 通道理 那群斗胖人也激动地看着散发轻人气息的魔晶石 一个个心血沸腾啊 不着急 虽然第一个已经被破了 但他们短时间恐怕分配不了魔晶 就先让他们缠斗一番 消耗一些力量再说 领头的斗胖人淡淡地说道 语气十分淡定 受住英明 剩下几名斗胖人只能按满心头的激动 纷纷退了回来 而那领头的斗胖人则忽疑地看着秦辰面前的光球 皱眉道 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秦辰竟然还没破开第二个 古怪啊 这小子到底搞什么呢 心头正疑惑间 听得轰的一声 一到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响起 第三个光球也被轰碎了 嗡 失去黑色光球的屏障 鼓顶之上 一股浩荡的远古气息弥漫开来 瞬间冲过场上每个人的身体 扑的一声 靠得最近的无双王等人承受不了这股气息 竟然纷纷一声闷哼 脸色发白 嘴角溢出一丝血来 但他们脸上个个流露出狂喜 兴奋地看着面前的鼓顶 哼 总算把光球破开了 鼓顶好浑厚的气息 起码是七截一伤珍宝 七截珍宝 太小看这鼓顶了 光一散除的气息 就让我等呼气困难 体内阵员停滞 依我看 至少是八截黄截珍宝 否则 岂会有如此可怕的威胁 什么 黄截珍宝 人群狂震 目光全部火热地盯着鼓顶 两只眼睛 心情都要冒出来了 其中呢 无双王根本不等别的人开口 身形一晃 第一个略向鼓顶 想将其烈化了 无双王 说好公平竞争 这个鼓顶与老夫有缘 我看还是交给我吧 金黄王一声大叫 深入金光 也瞬间来到鼓顶之前 一旁无忌王自然也不会袖手旁观 三道流光拟一追我 全部来到了鼓顶之上 一掌拍向了鼓顶 嗡的一声 鼓顶轰鸣声响起 鼓顶中爆出一股可怕的威压来 横扫九天 整个大厅随之震颤 仿佛是对其沉服 一时间 无双王 无忌王 金黄王三人同时运转人员 不停地轰入鼓顶中 试图抢在别人面前 把鼓顶给炼化了 另一则 血手王三人此时停下了争夺 他们三个也像无双王一样 都是齐齐把手掌抵在魔精上 疯狂吸收魔精中力量 一丝丝迷茫的黑色真气 涌入三人体内 三人身上 进阶笼罩了一层黑色的雾气 身上气息 也以肉眼可见速度增加着 守主 几名斗破人紧张地看着领头的人 都动手吧 领头人也知道 现在不动手 恐怕过会儿会被血手王等人战斗先机 于是乎率先掠了出去 杀啊 刹那间 除了领头的斗破人之外 一共四名斗破人 分成两队 齐齐掠向第一个第三个光球 其中两人一组 闪电般攻向无双王和血手王等人 而领头的斗破人呢 则第一时间掠向了秦晨 一掌朝着秦晨袭来 什么 血手王无双王等人 激烈地争夺古顶和魔精 根本没料到还有埋伏啊 等反应过来 已经来不及了 鲜血横飞 无双王等人瞬间被震飞了 所庆幸的是 他们个个修为不凡 关键时刻及时出手 拦住对方进攻了 但是呢 身上已经是个个负伤